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的绯闻 他跟傅小田的这段绯闻也没有完全说证实 只是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靠谱的方向 那还有一些谣言呢 就完全是现在没有踪迹啊 比如说跟火箭军的这个泄密 火箭军的司令的儿子在美国留学 是不是秦刚帮着他一起泄密 有泄密的风险 有泄密的可能 你要我先回答吗 还有还有 我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有 你刚才批评老人 我就是老人 要慢慢来 一件事情来 傅小田女士这个事情最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回到半个十多天还记得吗 我跟您也讲 我跟小人讲 我说千万不要把傅小田和秦刚连在一起 对 谨慎 因为一定要谨慎 因为女孩子很容易受伤害 对吧 尤其他是一个主持人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 这个事情呢 就是傅小田自己 非常明确地讲 我儿子的爸是秦刚 这个我们就很吃惊啊 全世界找爹 对啊 这个就是非常吃惊啊 这个是到现在为止 当然是不是有人盗取了他的账号 我们就不知道 对啊 你比如说中国原来有一个大使 看黄色网站点了一下 他说他的网站被盗了 这个你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 对吧 所以傅小田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本人还没有出来说明 我们这种存疑 但是呢 可信度确实很高 对 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印证 那讲到火箭军呢 这个是我碰到一些就说 一些朋友 在聊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回所思 因为火箭军也好 什么军也好 在中国和在任何国家 他都有基本上的保命的制度 对 一个儿子或者是什么人 要掌握情况都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导弹系统 是渡过系统的这个控制 我碰到一个朋友就说 哎呀 美国发表了一个火箭军的报告 就说情况很细致 这个是说明了可能是泄露了 这个东西啊 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说如果他真正掌握了核心情报 他是不会分享出来的 对吧 这是尝试 那个一个外交官 他即算认识火箭军的司令或者 副司令或者他的儿子 即算认识 我不知道认不认识 他也不可能真正掌握核心的这个机密 美国是这样 中国更是这样 所以这种连贯啊 我不能说排除 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医治 我们就不具有讨论价值 这是第一个要念 还有呢 而且这个问题就是说 您刚才说的就是说 任何国家他这个 机密啊 若是真正的高度机密 他是有这个保密级别的 对啊 能不能到他的儿子 甚至他一个外交部的官员 这个是无从去去 无从去求证 没错 你不能去求证的东西 我们讨论就 你不能说没有可能性 但是呢 你不具有讨论的价值 就是他的概率上 基本上大概率是不大概率 对啊 那第二个呢 就说有谣言啊 说这个秦刚已经被秘密的处理掉了 死掉了 那目前呢 虽然人没出来 但是证明呢 这人还活着 起码国务委员没给他拿掉 对 这种消息我就搞不清楚了 因为十几年前嘛 纽约时报曾经登一篇报道 我很吃惊 就说了 中国取决了一批啊 这个美国的在中国的间谍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 我很佩服的 美国的外交家 他现在是美国的CIA的主长 博恩斯 博恩斯呢 他就讲我们 重新在中国搞了这个 战略情报资产 哎呦 我这句话讲得很聪明啊 就中国要赶紧查一查 别查一下政治局常委有没有 这句话是一个很笼统很含糊 但是绝对能够起到搅乱人心的局面 但是我也看有些报道说 博恩斯证实了那个十几个间谍被取决 十多年前的时候 对啊 但是他有没有证实 好像没有直接说 好像没有直接说 我现在不知道管他 这个是不是真的啊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真的 就是1995年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台湾的总统李登辉说 对方打的是空爆弹 中国一看就傻掉了 谁知道我们打的是空爆弹啊 所以赶紧查 真查出来了 查出来了一批 这个职务最高的是少将 职务比较低的各个级别都有 有很多的大小 主要是整装备部的 整装备部的 那么这些人是基本上都取决了 取决了 因为你在军队里面成为间谍 成为台湖 成为这个情报的贩盟者 军法一般来讲 基本上都是把你取决了 那情干是不是间谍 我就跟火箭军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依据 没有任何的依据 我们讨论什么呢 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间谍 对吧 我这种可能性吧 我也不能说高和低 我是认为的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 跟火箭军一样的 你到底跟谁去核实啊 对吧 其实这个谣言呢 你说任何事情 不光是秦刚这个事儿 其他的一些官员 之前出现的官员 包括孙力军也好啊 傅政华也好啊 都有很多的谣言 就是为什么这些谣言 咱们一听 耸人听闻说秦刚已经被处决了 这个涉及火箭军泄密 很多人在一听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这是谣言 这可信度不高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会信 这就是人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就是人哪 比较天心哪 喜欢谣言 有人说谣言指引智者 我倒还不同意 人天心就喜欢八卦 八卦吧 反正也不认真 听一听讲一讲可以 对吧 也无所谓 也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现在的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谣言已经成为大家认知这个世界上的主体了 对 他正常的东西不定 因为 首先在中国的角度里讲那个媒体 你能够叫媒体吗 他什么时候讲过人话 什么时候讲过真实情况 所以大家已经厌恶这个媒体了 那你说 啊 中国啊 是没有新闻自由 那美国呢 美国有新闻自由 诶 我见到很多朋友 关于美国的新闻 他就宁愿相信谣言 不愿意去相信纽月时报啊 华尔街日报啊 华盛顿邮报啊 或者是这些美国 严肃媒体 严肃媒体的消息 他不相信 他因为这些严肃媒体 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美国相信严肃媒体的 相信一般媒体 整体来讲 可信的 好像只有百分之二十 现在社交媒体 成为一个大家得到消息的主体 社交媒体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大家都知道 要补眼球 大家要知道 要吸引大家注意 或者是恶作剧 我躲在地下室里面 我发现很无聊 我按一个键搞下去 所有人都在转 你那个时候有一种亢奋的感觉 有一种娱乐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 有你就很多很多 所以我基本上就劝我的朋友 问你上不上社交媒体 他说上了 那我说你无要可救了 如果没上社交媒体 我说你还有得救 因为以前还有一个基本的辨识的能力 现在人们的一般的辨识能力 其实都丧失了 我注意到了 最近我见了很多的朋友 我在点点今天事的节目里面讲了 如果你看明镜电视这些频道 看华尔街的频道 你看多了的话 你大体上有自己的 比较理性的判断 如果你正只是 相当于只是看社交媒体 或者只是看 某一些满足你的感光需求的媒体 你基本上不仅是在 秦刚这个事情上面 很多事情上面 都跟事实离开的很遥远 所以我有一种玩笑话来说 我说我这些很多朋友 怎么突然发现 跟外星人来的一样的 就是他们在事实的认知 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地步 关于秦刚的事情 有人说 汪文斌 要当国防部长 当外交部长 你这个 你就是有一点点尝试都知道 对吧 然后还是说 秦刚 还保留国务委员 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健康 但是这些东西 你随便就发出去了 多数人不是这样的研究者 他就很容易相信 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人类现在面临一个真正的困惑 就是说 认知能力 怎么去保证正常性 其实这也是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 信息特别繁复 大部分人百分八十人 他可能不会去追求这个信息的真相 而会去享受这个信息对他的快感 那么社交媒体呢 他会给你一个巨大的快感的获得 因为他发布任何信息呢 不需要通过任何的程序 自己一想而知就发出去了 至于你信不信 你自己决定 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信息符合我的口味 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社交媒体会给人一种 就是说大家慢慢的会把这个真相 事件的这个逻辑性给过滤掉 他会寻找一种在信息当中获得的快感 你讲的非常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嘛 人类真应该证实 就是说不管你是喜欢民主党 喜欢共和党 喜欢共产党 还是喜欢中国 还是不喜欢共产党 喜欢中国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应该对事实有一个 基本的判断能力 有的人觉得我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因为我知道谣言是什么 我发现我的有一些朋友 他们智力没有问题 他们个人的品对也没有问题 甚至他们也不是说有什么政治立场 都没有 但是9月9日看多了社交媒体以后 就发现他们那种偏激 那种敌意 就是对社会或者对某一个国家 或者某一种促成的这种敌意 就是他已经争夺大声了 很难救很难救 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说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秦刚啊 我说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你告诉我现在秦刚怎么样 他说秦刚已经死掉了 那我说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讲了 因为你那个脑子 我是不是一天两天给他洗掉的 这是大家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这种事情如果继续长期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人们就是 认为自己很有道德感 认为自己很有社会感 认为自己可以认知世界 实际上你了解的信息 已经是完全不对称了 当然秦刚这个事情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理由 就是这个中国政府 对自己的外交部长的信息来这么封锁 我就问这个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我本来不想批评他们 他也是不严厉这些人 就是分口饭吃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连外交部长自己的部长 是生病了 还是犯了错误了 还是被调查 你都不能讲 你还能告诉我们什么真实情况啊 对吧 你说美国有问题 法国有问题 英国有问题 或者德国有问题 我都同意 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他们的一个内阁成员突然 一个月不见了 他们如果不向民众交代 你觉得这个国家难得不应该被谴责吗 这是个不正常的社会 是个不正常的社会 网友是也不正常的 我们先可以不管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但是你政府应该正常嘛 中国就是政府不正常 一个外交部是干什么的 顺利国家形象的一个部门 对吧 你这个形象居然是一个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能够找到这样的外交部 就专门把自己的形象 所说成为如此的丑陋不堪 这个是我们需要强调的 这可能也是就是中国政府来说 历来尤其近些年来 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因为习近平要打造一个新的形象 他不在乎你外界给他的一个评价 所以呢 在很多这个民众在看待中国 涉及政治人物啊 政治新闻那些事件的时候 大家都放弃寻找真相 都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秦刚说他死了 其实更多的是情绪的讯息 对 情绪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认知能力已经非常弱了 因为如果你说他们只是针对中国的问题 我们讲了我们可以找一个天才养 就是外交部和中国政府 问题是很多的朋友对美国 对欧洲 对俄欧战争 对很多的事情 他都是已经偏颇和极端 这就说明这种社交媒体的时代 给我们一方面带来了信息的爆发 信息的流动 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人类的文明 造成一个挑战 没错 如果没有敬畏 没有专业 没有追求真相 你慢慢就变成 你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 这是一个人类现在共同的一个问题 因为任何事情要去讨论 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 对 你说我们做新闻最大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事实 我们整体头痛啊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就不是事实 没错 有消息来源 有些人还挺口号的 但他未必告诉你的消息啊 是这个真实的 对吧 你还要头痛 有时候我们也会上当受骗 没错 对整体来讲我们是紧张的 但是呢 不像现在这样 完全恶意的 或者是好玩的 制造这些谣言 你制造这些谣言还好吧 你就相信了这么多 这是一个人类我们真正的挑战 也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 走向自由化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人可以有自己的权利 人家有自己的认知 但是如果你的认知和权利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事实之上 是非常可怕的 没错 就是一个人信口开口很容易 但是你要做到言之有信 那是非常难的 是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